5月24日下午,李小璐跟不摔出一段女儿甜心向路边乞讨的老人递钱的视频。 趁今天去接甜心放学,甜心却不肯离开,还缠着妈妈要钱。 最后翻出两枚硬币的甜心十分开心,走向在街边乞讨的一位老爷爷,小心翼翼将硬币放在老爷爷的碗里。 看到女儿这么善良,李小璐也感叹道,人之初性本善,愿你一直这样下去。 网友们也被小甜心的单纯与善良感动,在给甜心的爱心点赞的同学,不忘给李小璐加拿亮这对夫妇点赞。 甜心人美心善,也得归功于爸爸妈妈的教育。